各位朋友大家好 据刚刚传来的消息 在中国被失踪的公安部副部长莫洪伟终于有下落了 据中国官方的报道 中纪委发出消息 公安部副部长莫洪伟涉嫌违法 正在接受国家监察委的调查 这是莫洪伟在中国被失踪之后 北京官方第一次公布他的消息 这样一来就引起大家进一步的好奇 就是跟莫洪伟涉嫌违法他到底犯了什么事 那么在分析这件事情前 我们先要考虑莫洪伟作为公安部的副部长 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 他可以接触到很多中共最高级别的秘密 恐怕他是中国 他知道中国最高级极限机密的官员 其中不多的官员之一了 当年叛逃到美国领事馆避难的那个重庆 公安局局长王立军 他不过是一个市的公安局长 他就掌握了主意让薄熙来倒台的致命秘密 当年薄熙来的倒台就是因为王立军的叛逃嘛 他爆料出让薄熙来这个倒台的致命的今天大秘密 而莫洪伟他是作为一个政部长级的公安部副部长 那他知道那些大人物的今天秘密肯定要比王立军知道的多得多 万一莫洪伟叛逃的话 他爆出什么今天的秘密 恐怕就会让一些大人物的地位不保啊 因此我们从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叛逃就可以得出一个推论 假如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叛逃的话 他就会成为一个震撼中南海政坛的一个炸弹 在细说这个话题之前 我们先说几句美国新任大法官卡瓦诺的事情 昨天10月6日 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了川普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卡瓦诺 他当选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终身大法官 这次卡瓦诺可以说终于排除万难当选了大法官 也是川普总统的一个胜利 因为美国民主党之所以百般刁难卡瓦诺 他的罪容之意不在酒 他们是要让提名卡瓦诺的川普总统 让他很难堪 如果川普总统提名的这个大法官人选被否决的话 那么对川普的威信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 而对于北京来说 凡是有利于川普的事情 他们就不高兴 所以说北京特别希望看到卡瓦诺被否决 但结果这次又是川普胜利了 这也让北京感到比较丧心 而且这次北京官媒罕见的承认 这一次是川普胜利了 川普很高兴 而川普的胜利就会更加助长美国政治界对北京的敌视态度 这就更加加深了北京的不安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凡是关心这一次卡瓦诺从提名到当选这么一个复杂过程的朋友 很多人都会有感叹 就是在美国的政治斗争 他也是暴风肉雨 绝不是和风细雨 他们是什么招数也都会用得上的 不过和中国相比 美国的政治斗争再激烈 他也是公开进行的 老百姓都是知情的 不管出现什么结果 都是在人们的预料之中 不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动荡 相反中国的政治斗争都是秘密进行 表面上你完全看不出来 但他的激烈程度肯定要超出美国很多了 所以说因为中国这个政治是秘密进行 经常就会出现让人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比如42年前的同一天 10月6日 北京发生了怀仁堂事变 就是粉碎四人帮 这种突然的政治政变 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就是因为美国的民主政体 他有一个公开性 他就保证了任何政治斗争 都是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 是在民众的监督下进行的 从来他避免了发生政变这样毫无预告的政权交替 也就是因为美国这个公开透明的政治 他是美国总统 你不必担心他的部下会对他搞什么政变 他可以把他的精力完全用于处理国家大事的方面 可是中国的秘密政治就使得中国领导人 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人要搞这个阴谋 要搞政变 对于习近平来说 政变就成为他第一个叫做抹不去的心病 那么现在习近平他的主要的精力 估计50%以上他都要用于这个防止政变方面 所以习近平应该说他花的最多的时间 花的最大的精力 干的一件事情就是防止政变 这样一来习近平也就很难真正的去深入思考 国家大事该怎么办 一想到政变就会让他感到坐立不安 现在很多人非常关心中国规模越来越大的 这个老兵维权事件 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 老兵维权这样的公开的反政府事件 他其实并不太担心 习近平真正害怕的呢 是有人搞秘密的政变 害怕那些当面喊万税 背后下毒手的两面人 大家都知道林彪就是一个当面喊万税 背后下毒手的两面人嘛 那么毛泽东身边有林彪这样的两面人 难道说习近平身边就没有两面人吗 所以习近平啊 他肯定也不敢保证他自己身边就没有两面人 所以说习近平他把反腐的最大的重点 就是要抓两面人 他要杜绝这个政变的隐患 但问题是越是那样的两面人啊 他隐藏的越深了 你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 当年习近平本人就是一个两面人 他把所有的老领导都忽悠了 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他能把老领导都忽悠了 那同样也会有其他的两面人高手啊 来忽悠习近平嘛 所以习近平最怕的就是那种当面喊万税 背后下毒手的两面人 让他防不胜防 不知道敌人在哪里 据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 前两天啊 在北京被失踪的那个国际刑警组织 主席孟宏伟 他就是因为涉嫌北戴河政变案 所以他被抓了 因为这个政变案情重大而紧急 所以北京才过不得影响而紧急抓捕孟宏伟 曾经有报道说说孟宏伟被抓是因为涉嫌违规啊 他在中国和香港购房 但这样说法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嘛 因为你违规购房这样的贪腐案件 根本就没有紧急性 他完全可以慢慢的处理 没有必要大动干戈 惊动世界来抓捕孟宏伟 这样一来会造成一个很糟糕的国际影响嘛 因此这一次抓捕孟宏伟案的代表 中国的政治进入了一个荒诞的时代 就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偏偏发生了 因为这次北京抓孟宏伟啊 让他被失踪 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 首先是孟宏伟被失踪之后 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就不可能再让中国人 来担任了 而中国在2016年花了很大的力气 才搞到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 因为当时有很多人权组织都反对北京的官员 来担任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 北京啊可以说是很不容易才拿到了 这个国际组织领导人的职务 那么现在北京将这个孟宏伟被失踪抓捕他 就等于是将当年好不容易才拿到手的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 又拱手给让出去了 不仅如此 孟宏伟事件他会使今后中国人在国际组织担任领导人这件事情 变得十分的困难 他把事情整个给搞砸了 因为人们就会感到来自北京的官员 如果你当一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 就很难保证他们中间不会出什么事情 你单单就这一条就足以造成人们很难接受一个北京的官员 来担任国际组织的领导人 当然了北京在抓捕孟宏伟的时候 这些后果这些代价他们应该完全是很清楚 但是北京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抓捕孟宏伟 本身就说明孟宏伟案他绝不是一般的案件 水是非常深的 首先孟宏伟长期担任政部长级的官部副部长 他的身份是非常不一般的 我们前面说到中国是一个秘密政治 所以中国具有非常多叫做不可告人的政治秘密 对一般的省长市长商业部长军区司令等等 他们知道的秘密其实还是很有限的 那些最高级面的政治秘密肯定是不会让他们知道的 比如说当年那个薄熙来的今天秘密 他只有王立军知道 其他什么省长部长军区司令他们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这个公安部副部长他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 他就能够成为知道中共最高层人物那些极端秘密的最多的官员之一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公安部副部长这样的他知道秘密太多的官员退休之后 他都会遭到某一种的监视就怕他会泄密吗 比如说公安部的高级官员退休之后 如果他们想出国都要经过一个很严格的审查 你才能批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 孟宏伟担任过这个公安部的副部长 如果你派他到国外去担任一个国际组织的这个职务 就等于是把一颗地式炸弹放在国外了 谁能够保证孟宏伟不会反叛呢 所以说让孟宏伟知道非常急密的 极多的秘密的人到国外去任职 本身他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 或许这是一个有意而为之的长远政治布局 那也为何知 当年王立军叛逃 他这个爆料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就搞倒了一个政治大人物薄熙来 那就等于是一场政变 我们姑且把它叫做另类政变 那么这一次在法国的这个公安局副局长 孟宏伟他掌握啊 估计也有很多这个逐一搞倒那些 某一些啊大人物的这些惊天秘密 如果孟宏伟他要叛逃的话 必然会引发中南海的巨大的一个政治震荡 也可以说他可以发起一场另类的政变 因此这一次北京是不够一些代价抓捕孟宏伟啊 他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防止他叛逃 防止他会搞一场另类的政变 那么我们再进一步分析的话 那么抓孟宏伟啊 又可能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叫做预防性的抓捕 就是因为孟宏伟他知道的太多了嘛 不管孟宏伟是不是有可能叛逃 把他先抓起来再说 叫做宁可错杀一千啊 不能放过一个就要彻底杜绝后患 那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一个针对性的抓捕 就是因为中国这个官场的生态 叫做拉帮结伙团分伙伙嘛 所以每个高官啊 他必然是属于某个团伙的 他他们这些人啊 叫做具有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的共同利害关系 如果北京要抓捕孟宏伟的老领导 或者要抓孟宏伟的同伙 必然会引起孟宏伟的警觉 这样就会让孟宏伟成为一个惊弓之鸟 他赶到下一个估计就是要对他动手了 如果孟宏伟有这样一种惊恐的话 他就会利用他在一个法国的 这个比较方便的条件 就会叛逃啊 他就会申请政治避难 躲过一场在中国的牢狱之灾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如果北京他要动手抓孟宏伟的老领导 或者是要抓孟宏伟的同伙 他们也会想到这个在国外的孟宏伟啊 他掌握有一些致命的秘密 他们不能刺激孟宏伟要搞叛逃 这样一来呢 北京他要在动手抓孟宏伟的老领导 或者抓孟宏伟的这些同伙之前 他们就要把那个身在国外的孟宏伟先骗回来 先拿下这个孟宏伟之后 他才能杜劫后患 他们才能放心的去抓孟宏伟的老领导 或者抓孟宏伟的同伙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孟宏伟的被抓啊 他就是北京要发生一个大的政治动作的一个前兆 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来说 中南海永远是可望不可及的秘密 我们只能是把各种事实啊 综合起来进行一些逻辑推理和分析 我们试图找出一些事情的端倪 但是真正的内幕我们是永远不可能知道 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啊 或许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